婚礼当天,妻子却头也不回地走了,只因她的白月光正在做包皮环切术,我站在化妆间里紧紧地拉着她的手,我的手指发白已经用尽了我全身的力气,如果柳如烟现在走了,那我们两坤年的感情就真成了一场笑话,柳如烟,我求你了,别走好吗,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,柳如烟愤愤愤地看着我,像怨恨我不懂事一样,平安要做手术,你也知道她的这个病有多严重,她在这个城市没有其他朋友,我必须去陪着她,我很不甘心,声音都有些发动,那我呢,宾客都到了,你非要这个时候走 柳如烟已经很不耐烦了,她嫌恶地扯开我的手,推开门走了出去,她走得奋不顾身,没有丝毫的留恋,秦安需要她,那我呢,为什么我的妻子在婚礼上,要我为了别的男人,我攥紧拳头,愤愤地追出去,却在门口停住了脚步,满堂的宾客都站在门口,我爸妈面如死灰地看着我,不敢置信地问我,柳如烟这是买东西,柳如烟的朋友亲人都同情地看着我,他们很清楚,能让柳如烟这样不管不顾的,只有秦安,我沉着步子,想退回到屋里降门关上, 不想看到任何人,但是我的脚却怎么也不听实话了,爸妈很快就明白了怎么回事,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去的,只记得父母满含歉意地替我送走了所有的病毒,柳如烟是在三天后的晚上过来找我的,只有我一个人在家,柳如烟坐在沙发上,小心翼翼地看我,秦安怎么样了,手术顺利吗,柳如烟一愣,没想到我会这么平静地问他秦安的事情,很顺利,我点头,那就好,我看着他的眼睛,曾经,只要我看着他的眼睛,他的每句话,我都会相信,他说他和秦安已经没有关系了,我信了,他说他爱我,只爱我一个人,我 信了,他说我是他的全部,他的世界里只有我了,我也信了,可是换来了什么呢,一次次的欺骗和羞辱,念难,对不起,你还好吗,我笑笑,还好,我倒了杯温水放到他眼前,他胃不好,不能喝凉水,我们的婚礼取消了,你的钱我已经退到你的卡上了,装修的钱你折现给我吧,房车是我买的,自然是归我的,柳如烟脸色煞白,震惊地问我,你要离开我,我摇头,是你离开了我,柳如烟嗓音沙哑,你听我解释,他做手术不是已经成功了吗,我打断了他的话,你们可以在一起了,我祝福你们 我已经放下了,可是说出这句话的时候,心还是疼得厉害,我努力控制着自己,身为一个男人,我能保持现在的冷静,已经是最大的忍耐了,你走吧,之后的事情,我妈会联系你的,向人推出去的那一刻,我终究还是爆发了,我狠狠地摔碎了玄关处的花瓶,五年的感情,五年的时间我为了他,为了这段感情付出了多少,他都看在眼里,之前,为了秦安他多少次将我抛下,这些我都认了,他和秦安是初恋,秦安的家世不好,若有心脏病,柳如烟多照顾一些,我也可以理解,可是,他对他的照顾已经成 他习惯,他习惯性的以为我会在原地等他,习惯性的将秦安当成第一次选择,我真的不关心,你来干什么,我睡得迷迷糊糊,门口传来动静,走出去,才发现爸妈回来了,结果一打开门,柳如烟竟然还站在门口,脸冻得煞白,妈,你听我解释,我是真的爱念南,爱念南,他的话还没有说完,就被我妈打断了,爱他,你会在结婚当天,扔下他去见别的男人,爱他,你会让他一个人留在那里,被人羞辱,柳如烟张了张嘴,想要说话,最终却什么也没 说出来,只求助地看着我,念南,我们五年的感情,你就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吗,柳如烟眼眶通红,祈求地说道,你还知道,我们五年的感情,五年的感情,你从来没有一次,在我和秦安之间,坚定地选择我,柳如烟眨眨眼,有些心虚,我,他,他不是身体不好吗,这句话,我听了无数遍,现在在听,竟然有些想笑,父亲将母亲拉了进去,又拍拍我的肩膀,近来说,大晚上的,别吵到别人休息,我摇摇头,没什么好说的,我跟你账目,你算算,我们直接转账就好了,说吧,我直接关上了门,将柳 柳如烟的解释,断绝在门外,母亲望着我欲言又止,最终还是父亲开了口,既然说清楚了,就要往前看,我点头说好,柳如烟的短信,却一条接一条的进来,祈求我的原谅,他和秦安是高中同学,他的家境并不好,但是人很上级,每次他说起父母对他的压迫和控制,我都觉得心疼,他的父母从小就掌控着他的一切,从他学业交友,再到吃穿用度,都要一一控制,所以,和他在一起之后,我总是包容他,尽最大的可能,让他感受到温暖与自由,现在想想,真是有点作简自 柳如烟总觉得他像之前那样,和我示弱,揭开自己的伤疤,我就会原谅他,感情排这一招,他太熟练了,柳如烟的父母也给我打电话,先是将秦安骂了一顿,又将我抬到天上,我只是笑笑,让他们尽快将房子的装修价格估算出来,不然我就要自己找人算了,我就算是再蠢,也不会一遍遍地在同一个人身上栽跟头,可是,等我带人去给房子估价的时候,里面却已经住了人,一位陌生的夫妻奇怪地看着我,这套房子我们已经买了,我以为自己来错了地方,又看了一遍,这才 确定自己来得不错,你们买了,跟谁买的,柳如烟柳小姐,我约了柳如烟见面,她姗姗来迟,看她一脸心虚的样子,应该是已经知道,我为什么约她来,你把房子卖了,我开门见山地问她,点点头,嗯,这套房子是我出的钱,但也加了她的名字,当初装修也是想按照她的想法,布置我们的家,所以,我也是把钱给了她,让她负责装修,前前后后,数不清,她已经找我要了多少钱,也行,那你把装修的钱给我吧,柳如烟低着头,嘴里嘟嘟当当地说道,我现在没有,没有 没有钱给你,可以,可以过段时间吗,我说没,你房子都卖了,还没有钱,柳如烟咽了下口水,小心翼翼地看我一眼,才说道,钱,钱给秦安做手术了,我的喉咙一堵,心也跟着疼起来,哑着嗓子问她,你是什么时候卖的房子,两个月前,呵呵呵呵,我控制不住地笑起来,两个月前,我们的婚房,她卖了给她的初恋做手术,而我这个正派未婚夫,一无所知,她之前是怎么有脸摔我,又是哪来的脸,求我原谅她,柳如烟,你真可怕,她一直低着头,不敢和我对视,我看着她 心里只觉得讽刺,这五年的感情,原来真的只是一个笑话而已,我将口袋里的卡,拿出来,放到桌子上,这是我们一起存钱的银行卡,一直是在我这里的,我没有动过里面的钱,也没有绑定自己的电话,既然她为了给秦安治病,把房子都卖了,那想必这里面的钱,也被转走了吧,柳如烟呆呆呆地看着桌上的银行卡,半赏才痛心疾手地看着我问,你要把卡给我,你,你真的打算和我一刀两断吗,我听着她的问话,只觉得疲惫,装修款大概是三十万,剩下的,我也不和你计较了,你写 好,但是,你能不能再借我十万,秦安做个病,我心里惊认,秦安竟然还有个儿子,是你的孩子,周琪急忙否认,不是,是,是沈一如的,我惊得差点将手机扔出去,沈一如是我高中时候的学校,也是学校的风云人物,她怎么会和沈一如认识呢,我并没有贬低秦安的意思,但是以她的社会地位,想要接触到沈一如,并且和她发生关系,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,柳如烟写了欠条,我并没有借钱给她,她又说了几次,见我态度坚决,也就做棒了,回到家,一进门 就看到沙发上一个陌生的背影,妈妈热络和她说着话,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,见我进门,激动的招手让我过去,念南,快过来,我心里咯噔一下,不过是要给我安排相亲她,我皱着没走过去,沙发上的女人,突然转身看向我,这不是沈一如吗,这是我儿子念南,你们是同一个高中的,不过,你比他高两见,应该不认识吧,沈一如嘴角微微勾起,落落大方的起身,朝我伸出手,认识,我见过他,薛念南学弟,他既然认识我,我有些惊讶,沈一如当初在学校非常 有名,学习好,长相优越,家境也是一等一的出众,他这样的风云人物,竟然还嫉妒我,不过,看他的眼神,似乎并没有说谎,沈一如突然从包里掏出一个银色的吊坠,你当时让我帮你拿着,十年了,你还没找我拿回去,我赶紧伸手拿过来,上面还写着我的名字,真的是我的,只是,这是什么时候丢的呢,还丢到了沈一如的手上,母亲眼睛一转,起身说道,念南,妈妈突然有点湿,要出去一趟,你帮妈妈招待一下一如,我,还不等我说话,母亲已经拎起包走了出去,连� 拖鞋都没有换,我看了看沈一如,实在尴尬,学姐应该已经有男朋友了吧,沈一如一愣,没想到我会直接问出来,她都和秦安生孩子,两人居然还没有结婚,手术费还得靠前女友卖房子,这个沈一如,莫不是个情场高手,连自己的孩子都可以不管,没有,我心里一阵反感,看来是了,是吗,我心里不屑又鄙视,沈一如似乎也察觉出我对她的态度并不友善,有些好奇,怎么了,你好像对我有什么误解,我但笑不语,和沈一如多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无疾而终,只是没想到,我和她 她的缘分还没有结束,一个月后的朋友生日会上,她竟然也来了,你也来了,我和沈一如,再站在一起等电梯,她先开口问我,我点头说是,你很难,我听到熟悉的声音,一转头就看到柳如烟站在那里,身边站着气氛,秦安的气色,看起来好了很多,不像之前那么弱不经风了,我的余光,扫到站在我身边的沈一如,这是什么修罗场,柳如烟紧张地看着我,这位是,秦安的目光,也落到了沈一如身上,瞬间眼含秋波,柔柔地叫了一句,沈总好,我心里了然,原来是上下级 这个沈一如还真是有手段,利用植物之变,前规则下属,居然还跟对方有私生子,沈一如倒是没有太多表情,冲她微微点头,不带一丝情绪的问,身体好些了吗,秦安急忙点头,谢谢沈总关心,已经好多了,沈一如收回视线,没有再说话,柳如烟和秦安走过来,站得离我们近了些,念南,你还好吗,秦安突然问我,眼睛却看着沈一如,为什么不好,我对她这略显亲近的称呼,很不适应,语气不爽,她看看我又看看沈一如,你和沈总也认识啊,我看 看着她搂在柳如烟腰肴的胳膊,目光却不加掩饰地向沈一如送秋波,突然觉得一股怒火涌上心头,这时突然一双束手腕上搂的胳膊,我疑惑得特目,刚好看见沈一如朝我几眼前,我顿时想气一气秦安和柳如烟,装作和沈一如很亲密的样子笑道,我们认识差不多有十年了吧,沈一如也跟着说,是十年,秦安嘴上虽然在笑,眼中却充满了对我的恨,她冷冷地看着我,笑笑,沈总,跟您介绍一下,这是我未婚妻柳如烟,这么 这么快就是未婚妻了,柳如烟别开眼,没有看我们任何人,我以为我还会伤心,但是却出奇的平静,对这件事没有任何波澜,沈一如拍拍我的手,电梯到了,我点头,在进电梯的那一刻,转过身对秦安说,你未婚妻给你的手术费里有我的三十万,记得还哦,秦安慌张地去看沈一如,我心里冷笑,都和柳如烟是未婚夫妻了,还这么在乎别的女人的看法,这两人真是绝白,我只是去送个礼物,就回来了,沈一如是风云人物,所以一进去就很难脱身,我准备往停� 在这场走的时候,天上突然开始飘雪花了,我搓搓手,感觉有些冷,怎么不等我,身后突然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,我转身看,就看到沈一如站在我身后冲我笑,他一定不知道自己的笑容有多迷人,即便是过了这么多年,他还是在人群中最亮眼的存在,我以为你要待很久了,他笑笑,站到我身边,一起来的,当然要一起走啊,我刚要说话,就看到秦安跑了出来,看这样子,是奔着沈一如来的,果然,他跑到沈一如身边,掏出一张纸递给他,沈总,名位不好,上次我做的汤宁不是很喜欢吗,我把做法 他写到纸上了,我不由得佩服他,真是细心,难怪柳如烟这些年,对他念念不忘,沈一如低头看着秦安递过来的纸,微微皱眉,我不记得喝过你什么烫,秦安一愣,下一秒耳朵涨红,快速看了我一眼,脸色更难看了,而且,沈一如接着说,我的胃很好,秦安愣在原地,有种不知所措的样子,我对他们的事情不感兴趣,也没心情在这看戏,正好也走到了我的车边,和沈一如说了句再见,就准备走了,车门刚关上,又从外面被离开,沈一如面不改色的坐 走进来,淡淡的说了句,走吧,去哪儿,沈一如听到我的问话,转过脸看我,去你家,正好我找阿姨有点事儿,他说的真诚,不像是在撒谎,不过,他什么时候和我妈关系这么好了,最后,沈一如也没有去我家,接了一个电话,就让我在路边停下后,他就下车了,结果,洗完澡刚出来,就看到秦安给我发的微信,我们俩虽然加了微信,但是没有说过话,这还是第一次,他约我见一面,说是有重要的事情,要和我说,姿态放得很低,我也就没有拒绝,第二天去的时候,秦安已经到了,还点好菜,他怀里还抱着 一个坏孩子,一岁多,能开口的爸爸,这是秦安慈爱地看了眼怀里的孩子,我的孩子,为了这个小东西,差点要了我的命,这应该就是沈一如的孩子了,要不是为了他,我也不至于做那么严重的转移器官手术,你和柳如烟,我微微一笑,没有说话,秦安为了沈一如的孩子,倒是弄得柳如烟倾家荡产,真有意思,你知道孩子的母亲是谁吗,我装作思考,是谁啊,我认识吗,秦安冷哼了一声,冷眉盯着,我却不说话,我也不着急,一边吃菜,一边耐心地等着他,秦安确实是一个非常� 他就记住了我的口味,这次点的都是我喜欢的菜,其实秦安看着我说道,这话我不该和你说的,但是你和如烟走到今天说,到底也是因为我,我点点头,我和柳如烟是因为他,却也不是因为他,这些天我想了很多,我和柳如烟并不合适,我只是习惯了去包容他,但这并不完是因为爱,更多的是同情,但其实柳如烟并不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,他内心里有自己的一套规则,是个态度非常强硬的人,并不像他说的那么软弱,软弱只是他的武器吧,所以我决定还是将这件事告诉你,这个孩子是沈一如的,秦安铺� 他知道了,我和沈一如举止亲密,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娶到沈一如,又不甘心让我和沈一如走到一起,真的吗,他非常坚定的点头,我轻声笑起来,你带着自己私生子,让柳如烟嫁给你做他的后骂,他父母知道吗,想当初我和柳如烟在一起的时候,尽管我从家事到外貌再到能力,都比柳如烟高出许多,他爸妈还对我一通挑刺呢,秦安当初只和柳如烟谈了半年,就被他爸妈逼迫结束了,这几年,秦安家里因为他哥哥结婚的原因更加拮据,而他不仅没有了工作,还生着 这些柳如烟父母本来就不可能同意,更别说他现在还带着一个孩子,秦安听到我这样问,脸瞬间白了,他们,他们已经接受了,我笑笑,那就好,但看他的脸色,我就知道柳如烟父母肯定还不知道他和柳如烟在一起的事情,我们退婚后,他的父母也来找了我几次,见我不同意,恼羞成怒,对我言语修理,之后我们互相拉黑,听说他们已经回了老家,秦安看了脸手机,好像是谁发来的消息,我有些摸不准,他到底要干嘛,薛先生,我是真心劝你的,我知道我对不起你,我给你跪下吧,他说着,突然起身抱着孩子 哭通一声跪在我面前,我还没来得及说话,包厢的门就被打开,柳如烟一个剑步冲到秦安面前,怒视着我,薛念南我和你说过了,我们的事情和秦安无关,我揉揉眉头,不解地看着,依旧跪在地上不肯起身的秦安,真诚发问,我已经柳如烟解除婚约,我们俩早就没有关系,你又是哭,又是下跪的,不是多此一举吗,还是说,你天生就喜欢给人下跪啊,薛念南,柳如烟低喝一声,你别太过分了,你以为这样我就会离开秦安,和你在一起吗,我一阵无� 这两人真是天生一对,同样的听不懂人话,秦先生,你爱跪就跪着吧,我可没心情陪你演戏了,我起身的打算离开,却被柳如烟一把拉住,向秦安道歉,我好笑的看着他,你说什么,你让我和一个小三道歉,疯了吧,秦安怀里的孩子哭声越来越大,柳如烟的心疼写在脸上,这么热闹,包厢的门再次被打开,竟然是沈一如,秦安抱着怀中的孩子哭泣的孩子冲我闹,薛先生,我知道你恨我,但是孩子是无辜的,你可以打我骂我,但是请你别对一个孩子说这种话, 原来这一柜真正的目标,是在沈一如啊,我叹气,我没空陪你们玩了,你们一个是孩子的生父,一个是孩子的继母,慢慢聊吧,我先走了,沈一如眉头紧皱,在我出门的时候,将我挡住,什么生父继续,你说清楚,我指了指秦安,刚要说话,却看到他神色慌张,身体都在颤抖,沈一如看着秦安手里的孩子,又看了看我,很势不解,到底什么意思,看他的样子,好像不愿意承认这个孩子,我心中隐隐有些唾气,你的风流债,学姐,我要走,他却再次将我拦住,你先等等,他攥着我的手� 生怕我离开似的,又走到秦安面前,秦先生,这件事,我想你应该说清楚吧,秦安支支吾吾的,柳如烟立即蹲下来,警惕地盯着我们,瞪着沈一如,沈小姐,你也是女人,自己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,都不管不顾,是不是太过分了,沈一如一愣,许久才反应过来,声音很是不爽,我莫名其妙当了妈妈,反倒成了我欺负人,他说吧,看着秦安,你要是不愿意说的话,我们就报警吧,你这样造谣诬蔑我,我完全可以起诉你,秦安吓得脸都白了,胳膊软的, 快要抱不住孩子了,他抬头看着柳如烟,这个孩子,不是,不是沈总的,柳如烟瞬间瞪大了眼睛,满脸的不可置信,不是他的,他想了一下安慰秦安,你别怕,我知道他有钱,但是孩子是他生的,他逃避不了了,秦安摇摇头,真的不是沈总,柳如烟彻底猛,其实和柳如烟一起猛的,还有我,他这么心事淡淡的约我出来,还用孩子让我离沈一如远利,结果只是自导自演的一场戏而已,沈一如并不惊讶这个回答,转头和我解释,我和他连上下级都算不上,他的日常 工作是和我的助理交涉,我们一共也没说过这句话,所以怎么可能会有孩子呢,而且我也不是未婚先育的那种人,这样造表我的名声,报警吧,我点点头,过了一会儿,他后知后觉得反应过来,他干嘛要和我解释啊,这件事原本和我就是没有关系的,我尴尬的咳嗽几声,你不用和我解释,沈一如却异常认真的看着我的眼睛,我只想和你解释,都是成年人,他这么说的意思是什么,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,但是此刻,我只能尴尬地笑笑,错开他的视线,柳如烟崩溃地看着地上的男人,那这个孩子是谁的,你到底有过多少女 孩子被柳如烟的怒吼声,吓得大哭起来,秦安咬唇枝无掌,这个孩子,这个孩子,秦先生,如果你不能解释清楚,那我们就去警局解释吧,沈一如看起来也十分的生气,掏出手机,就准备报警,也是,好歹也是个大美女,被人平白无故地诬陷自己,有私生子,是我我也来起,秦安一听这话急了,急忙说道,我说我说,孩子是他酒后乱性留下的孽,但那个女人起初并没有告诉他,直到孩子生下来才找到他,还敲诈勒索了他一大几天,他威胁我,说我要是报警,就杀了我和我的家 还有这个孩子,是他丢给我的,孩子是无辜的,他毕竟也是条生命,柳如烟眨眨眨眼,犹豫地看着秦安,我和柳如烟在一起这么多年,看到他的表情就知道,他相信了秦安这样拙劣的火,我摇摇头,走吧,没我们什么事了,我送沈一如回家,一路上我不敢和他对视,从一开始,我就应该反应过来的,他看我的眼神,确实很能说明问题,到了,你,你,沈一如看着我,突然宠溺地笑了一下,随后下了车,谢谢你送我回家,他没有再多说什么,我松了一口气,眼看着他走到小区门口,还回头冲我 笑着招手,我的心跳得很快,其实,沈一如那样的女生,对于情斗初开的男生来说,或多或少,会有些吸引力的,我当年也确实和小伙伴在学校里偷偷看过他,也曾经为他行动过,但是,他实在离我太遥远了,我没有像其他大胆的男生那样,付出过行动,我记得之前,好像还偷偷拍过他,想到这儿,我翻身下床,找到被放起来,很久的高中相册,里面果然有一张,沈一如穿着校服,手里抱着一达作业的照片,原本我只是想拍他的背影,谁知他突然回头了,还笑了一下,如果不是从 我身后走过来一个他的同班同学,我差点以为他是冲着我笑的,我继续翻着相册,里面每一张照片都能勾起我的回忆,高三毕业的那天,几个小伙伴哭的眼睛都肿了,最后还被我偷偷拍了下来,现在想起来,还是很感动,等等,我将照片取出来,仔细看着,我身后的不远处,站着一个女生,竟然是沈一如,这时候,她不是已经毕业两年了吗,而她的视线竟然正对着我,她嘴角勾起,眼神里满是温柔,笑得那样灿烂的青春,难道是专门回来看我的吗,我 我从高中几乎没有交流,唯一一次,还是我的钥匙坠,结果被她捡到了,她叫住我,要将东西还给我,但是当时,我快要迟到了,就随口说了句,会去找她拿,之后,我就将这件事,忘到九霄云外去了,这是我高一一年,和她唯一的交流,一周后,沈一如约我吃饭,我有些疑惑,但还是答应了,晚上,她提前到我家楼下等我,我妈很激动,又是嘱咐我吃饭斯文点,又是帮我整理头发的,直到沈一如按门铃,我才出去,我看到她身上的裙子,惊了一瞬,不好意思地夸赞道 很漂亮,很适合你,她抬手将头发挽到耳后,谢谢,沈一如选的餐厅很漂亮,我不自觉地紧张起来,我毕业那天,你是不是来过学校,我开门见山地问她,沈一如点头说是,我看着她漂亮晶莹的眼睛,问她,为什么是那天,她也认真严肃地看着我,因为那天毕业,沈一如说,她只是挽到了半年,没想到我和柳如烟在一起了,她打听过,我的朋友都说,我和柳如烟非常好,所以她放弃了,直到最近,我和柳如烟解出了婚约,她才鼓起勇气来找我,我突然一阵心� 从未想过,像她这样的高领之花,会为我注留,薛念男,我很喜欢你,想要追求你,我没有给沈一如回应,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,她并不失落,反而因为我没有,愤然离惜而开心,一个月后,我和沈一如确定了关系,不过这次是我主动表白,我爸妈很开心,之前都没敢和你说,妈妈端着水果进来,现在你和一如确定关系了,我就知道你放下了,她这么说,肯定是关于柳如烟的事情了,怎么了吗,妈妈坐到我的床上,柳如烟的事,你还不知道吗,我摇摇头,这些天柳如烟,虽然换了电话号码,给我打电 发短信,但是都被我一一拉黑了,最近倒是消停了些,妈妈叹了口气说道,那个秦安的家人,把柳如烟的父母,告上了法庭,啊,原来秦安的孩子,是他和前女友的,这几年,他问柳如烟要的治病的钱,都是给了他前女友,柳如烟要嫁给秦安,他父母肯定会知道,这二老还挺厉害,没几天就把秦安这几年的事,打听清楚了,但是柳如烟深信,秦安不会骗他,依旧坚定的要嫁给秦安,柳如烟父母觉得,是秦安迷惑了柳如烟,两人同时动手,将秦 秦安给打到住院了,秦安身体本来就不好,这样一来,整日只能靠药物,维持着了,秦安的父母不一,将柳如烟爸妈,告上了法庭,最后还是柳如烟拿钱,对方才答应和解的,他们也快结婚了,我又是一阵惊讶,都这样了,还结婚,妈妈点点头,那有什么办法,秦安现在成了这样,秦家人逼迫柳如烟嫁,柳如烟要是不嫁,人家就起诉他的父母,我摇摇头,真是一段孽缘啊,我和沈亦如是一年后结的婚,结婚前一夜,柳如烟竟然出现在楼 一阵风都能吹跑似的,再也没有了以前的娇俏美丽,我看了好半天,才认出他来,他看到我,摸了摸自己的脸,是不是都认不出我了,我摇摇头,没有,他慢慢扯出一个微笑,苦涩地说道,我也是没想到,对不起,我不知道如何回应,他又接着说,这都是我的报应,他看了眼周围,我只是想看看,你过得好不好,你爱他吗,我点头,我爱他,柳如烟僵硬硬地笑了笑,那就好,柳如烟,一阵尖锐的叫声传来,我和柳如烟看过去,是秦安,他如今坐着轮椅,头发枯黄稀疏 脸色蜡黄,眼窝深陷,看上去有些吓人,他的手飞速转动着轮椅,向这边过来,随着他的逼近,我闻到一股极其刺鼻的恶丑,强忍着才没有刚,我就知道,你来找他了,怎么,知道他要结婚了,舍不得了,柳如烟看看我,立声训斥他,你胡说八道什么,秦安嘲弄地看着柳如烟笑,你也不撒泡尿,照照你如今的样子,你以为现在除了我谁还愿意和你过,柳如烟面色胀红,眼里闪过一丝凶狠,快步走过去,推着秦安离开 秦安坐在轮椅上大声咒骂,小区里很多人都趴在窗户上想想看,我摇摇头,回到家准备明天的婚礼,我说过会给他一个盛大的婚礼,我也做到了,交换完戒指,我回到更衣室换礼服的时候,服务生将一个信封给我,这是什么,一个女的让我给你的,我打开,是一张卡,还有一个纸条,上面写着,这是欠你的三十万,密码是你生日,柳如烟送过来的,听说他这几年因为秦安的病,日子过得很困难,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攒到的这三十万,不过他既然给了,当然也不会拒绝, 这本来就是我的钱,婚礼结束后,我和沈一如去度蜜月,亲朋好友知道,也不曾发消息打扰我,这一个月是我属于我和沈一如的二人事件,回到家后,沈一如的父母亲自来机场接我,他父亲非常的看好我,还希望我去他们公司上班,一直到第二天到我家,我妈才说柳如烟被警察抓了,他竟然杀了秦安,他杀完人后没有逃走,直接去警察局自首,他们的互相折磨也到此为止了,最后柳如烟被判了十七年,沈一如问我要去探监吗,我低头吻了吻吻怀中的女人摇头,不去 我又不是他的什么人,沈一如笑的甜蜜,我已经找到了属于我的幸福,玄文婉